大家好 今天要介紹的是YSS 避震器 高性能的喔 泰國座的 Y55 不是 是YSS 然後這是R3030 可以用的 然後我們把它打開看看 這個是 是什麼呢 是 氣瓶的座 就是YSS 避震器 配件包 裡面有 有 有什麼呢 應該是說明書吧 沒有錯 沒有錯 是說明書 這是保證卡 保固卡 喔 不是算的 好 就這樣 有 有那個 產品序號 這個是 網美拍法 這是 捏六角 這個是調整 玉仔 彈簧玉仔用的工具 還有一個洞可以插 要插著轉進去就好 YSS 4G 兩張 兩張貼紙 加速一下 把套子撕開 看一下 避震器的下座 彈簧 上座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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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乾淨淨的 這個是 煮泥 回攤煮泥可調 先歸零 好 轉它 差不多36段左右吧 就是 牽到氣瓶的 油管 油管頭 質感蠻不錯的啊 氣瓶 屁股 真的是質感還蠻不錯的 真的是質感還蠻不錯的 很漂亮 我們先歸零 它開始轉 差不多有30段 應該啦 好下面 這個是 避震的長度可調整的喔 質感真的不錯 而且手轉也 也好轉 當然避震長度應該用靠工具條 不能直接手轉 這個是 氣瓶的固定座 我們看看啊 ZOOM一下 上面是YSS的雷雕 好吧 翻過來看會變SSY嗎 當然不會啊 還是YSS啊 我們接下來上車試試看 好 經過了一段努力之後 就把它裝上車了 我個人大概 差不多80公斤 浮動中 你可以看一下這個 這個柏油路上 其實也是相當不平啦 我覺得這個避震器的支撐性還不錯 反應也很好 反應很快 它上去的長度預設只是原廠出10次 然後那個回彈啊 下壓 下壓阻迷 我都設在差不多中間的位置 先出發試一下 我覺得支撐性很好 然後反應迅速真的是很不錯的事 我是固定在後腳踏的位置上 相機啊 可以看一下那個 搖壁 它那個車架的相對位置 它那個路面的相對位置 看一下它反應 我覺得避震器 如果你要一個 比較好的調整區間的話 就是 你在騎的時候啊 它那個調整的 阻尼位置 譬如說這個有30段 有大概在15段的時候 是你比較適合的位置 然後 就是你 因為你這樣的話 你在中間值的話 你上下都有 還有很多的空間 可以去做調整 如果你買了一個可調的避震器 你把它裝上去 然後覺得適合的時候 它的避震器的阻尼位置 調整位置 就只剩下一兩段 那 可用的區間就其實很小 所以我覺得這支 它上下的調整位置還蠻大的 這支相當不錯 而且台灣是總代理 它有能力去做 維修保固之類的事 很方便啊 稍微加速一點 看一下它的反應能力 運動相機 別忘了把那個麥克風遮起來 所以有點長 很不錯啊 我覺得稍微 下壓的阻尼稍微強一點 但這可以調整啊 試一下加速 它就 反應很好啊 避震器還是自己試過啊 看別人的心得只能加減做個參考 自己騎 自己去試乘 那個感受會很明顯 講的多好 那個都是 你看 剛剛那個 經過那個坑洞 反應很好啊 車上雖然 一定感受得到那個晃動 不過 它吸震效果很確實 也不會讓你感覺到太 太 你知道現在這個年紀 騎車 最重要的是舒服啊 騎那種 改裝很硬很硬的避震器 我那個 內障受不了 那真的是反應 反應太過了 那這個都不會 大馬路上 洗那個 表面那個 柏柚路的小坑洞 蠻確實的 有路感 但又不會讓你絕對不舒服 大概就這樣了吧 現在好像是 一萬四千八 阻尼 回彈阻尼 現在要阻尼 御宅 和 那個避震的長度 都可以調整 而且用手就可以轉囉 你看 是不是很方便呢 就這樣 拜拜 我們身體 第二次 五千八 跑 城 是 五千八 朝 五千八 五千八 五千八